道家养生修炼有精气神一体之说 太古时期天魔这一万恶之源 亦将魔区分成元神 元气元珠三样 其中脑袋为元神 丹田为元气一魔 而十颗元珠则是对应了身体的十大部位 上集说道 在树塔所在 面对向自己蜂拥袭来的魁足 再无躲闪去路的铁心 把心一横 大喝一声 剑皇爵万众扶珠 挥剑当头一盏 无望剑意爆发出万道剑光 灵射全场 只听争争俱响 汹涌剑士如潮涌动 势如破竹 方一上前的魁足进阶被轰飞四散 我偏不信你们是打不死的 铁心身形一转 再向前急冲而去 一众魁足 刚中万众扶珠 又挨重鸡 煞时败到成片 但转眼之间 这些魁足又徐徐站起 毫无损伤 铁心刚未知大惊 忽然头顶有震锐响声 破空而至 只见原本静观战况的魁帅 从万米树巅一跃而下 手中木刀直指铁心 其随未尽全力 但下坠所产生的力度 已将铁心压得不知下跪 就在铁心一筹莫斩之际 魁帅默然收刀不再攻击 却见他沙哑地对铁心开口说道 你有魔兵是朋友 来 说完 魁帅信手一挥 树塔外壁自动扩张 形成一道可攻进入的门户 周围魁足也在无敌意 分裂两旁 攻迎铁心上前 当前形势不容多想 铁心尾随魁帅进入树塔 但见其内部一条条根落纵横交错 随着二者重重深入 铁心跟随魁帅来到一个房间 房间近处的树壁上 竟有一个由树根交缠而成的天魔木像 这时 魁帅将木刀插入一旁的墙壁 转而对铁心解释道 十大魔兵已生其久 不毁灭天网 万魔永无抬头之日 而你体内的魔也无法降生 原来在11月28的洞房夜 问天的绿珠灵力进入铁心体内 同时一魔一被吸纳 致使后来孕育的胎儿 具备神魔的特质 铁心无意释放天魔 但涉及到自己孩子的命运 令他不禁眉头微皱 但就在这时 方才还算友善的魁帅突然发难 开口喝倒 不过你体内的神态留不得 想不到铁心腹中的胎儿 竟是两个 而且还是一神一魔 忽子心切的铁心心之不敌 立即抽身飞退 欲逃出塔外 但魁帅并未追击 反而伸手向地面一拍 天魔像瞬间如手牵引 咒声变化 只见魔像张口发出一声尖锐嘶吼 树塔内部的万千根落 犹如活了过来 舞动不休 铁心逃走的通道壁顶 缓缓生出花苞形态的球体垂下 下一刻 十几个魁族从花苞内诞生脱落 铁心身怀六甲 不愿再硬拼交战 正想从旁掠走 但魁帅可不愿就此放任其离去 底下树藤 在铁心腹痛恍惚之间 已经缠上他的脚踝 而另一边 在天庭授封完毕的神 跟随后裔来到剑步行宫 神向后裔询问 今后自己是否需要下凡射杀 奸人妖魔时 后裔却笑称 先界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人间早已变成太平盛世 无需干预 燕王元神冷眼旁观着天宫的一切 越想越不对见 若自己真正的飞生成神 肉身又岂会再受假死限制 想到这里 燕王向云层深处飞去 却发觉自己竟被阻隔 无法穿越 上天下地皆有局限 说明这里并非无边无际的天界 显然他们是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燕王脸色一沉 当即双掌伏地 聚起天罡气绝 正想要一探虚实 然而此时 大批天兵忽然凭空出现 将燕王元神团团围住 众天兵咬牙切齿 满脸杀气腾腾 毫无半点仙气可言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吗 我为领悟大智慧前 也非善男信女 就让我大闹天宫 燕王眼中寒芒一射 起身双掌护肌祭出天罡气绝 金色气旋集中一点直轰天际 气劲不断钻磨无形屏障 却未能成功洞穿壁垒 与此同时 树塔内铁心因为腹痛 被树根缠上形势危机 燕王为了脱困大出的天罡部分气劲 透过壁面洒落 竟碰巧让追击铁心的魁足停顿下来 而这时感应到异常的魁帅 也来到了此处所在 本就好强的铁心腹背受敌 不愿就此坐以待毕 忽然站起正脱脚上束缚 随后剑塔一跃而起 祭出一直创而未用的剑皇爵第五世 剑霸天下 煞世间紫盲闪烁 近千剑影在空中飞来送横 所过之处 众魁足坚硬的臂甲 竟被刺砍得纷纷碎裂 剑招威力无匹 却大好魔气与内力不能长久使用 自己手下被杀得七零八落 魁帅再不能忍 手持木刀向铁心扑杀而至 铁心剑壮 猛然悬身以剑霸天下最后一击 致出无望 直刺魁帅胸膛 魁帅铠甲肩后 毫不躲闪 挺身硬瘦 但此时 天庭内的燕王突然运气 沉喝一声 再使天罡气绝 猛轰向屏障毙面 气旋远幅碰巧 直指营造天庭假象的元凶魁帅 正与铁心僵持的魁帅 未料此击 当时被气旋灌顶 胸口受窗 再也惊受不住 往后跌倒 只见这时的他亏恐冒烟 似乎已失去活动能力 再无动静 铁心唯恐有变 趁此良机 历时以锦鱼的力量 勉力打穿一处通道 从中跃出 但逃出树塔后的他 再也支持不住 脱离倒地 就在这时 一位蓝衣树发的女子 突然出现在铁心面前 却不知她是敌室友 而在一水隔天 牛郎在击杀问天之后 再无任何阻扰 轻而易举 便找到了遗落的神龙齿 长久以来 因为问天带来的屈辱和仇恨 在此刻终于一举清算 自觉无比畅快的牛郎 狂笑着向藏匿北冥雪的方向奔去 去前牛郎还不忘回来 往问天的尸首上 狠狠踩上脊脚 这才罢休 先前北冥雪因为修为太浅 强炼毒弓 剧毒入体 唯有神龙齿精元方能保命 回来后 牛郎直起虎珀 集合七大魔兵异能 重击神龙齿身 令这柄神兵再次崩碎 神龙齿精元随之浮现 正与高飞 牛郎眼急手快一把抓住 随后他将之送入北冥雪体内 独立被神兵精元压制 心爱之人性命再无危险 但因为虚弱 北冥雪仍在昏迷之中 黑云碧月 封过荒野 做完这一切 牛郎轻轻把北冥雪拥入怀中 享受这最后的安宁时刻 便在这时 洞口忽然传来一声响动 只见一名魁祖府贵在地 来此借引牛郎前往树塔 随着树塔现实 中原大地上 但凡有树木的地方 皆有数之不尽的魁祖诞生 这些无间不摧 不知疲倦的大军 似要为天魔将士 做好准备 肃清人士的所有生命